繼續來聚焦全球現場 密切來關心是海地總統 遭到刺殺之後出現了一個新進展 因為當地警方兼對於前 最高法院法官指出的指控 認為說他跟暗殺有關 而這名女性呢 被逮捕了 再把時間交給若宜囉 好 那麼這個海地總統摩依士啊 在上個月是遭到了暗殺 也讓這個 西半球最窮國家海地呢 是陷入了更深更深的混亂之中 海地警方呢 騷擾的時候是已經對這個前 最高法院的法官 看到畫面當中這一名哦 她是一名女性叫做特勞特 發出了逮捕令 2月初的時候呢 特勞特和其他兩名法官 因為呢 被這個總統摩依士指控 他們涉嫌籌劃政變 遭到拔關 是不是因此心聲不滿呢 有待調查 不過特勞特現在目前是下落不明的 這個根據警方發言人指出呢 摩依士遇刺之後 遭到逮捕的這些 哥倫比亞的傭兵 還有海地裔的美國人是表示呢 他們就曾經和特勞特見過面 警方也向記者透露說 這當中有多人表明 他們曾經兩度前往 特勞特的家裡頭 這些人呢 也提供警方在特勞特家中 會面時簽署的一些文件細節 那目前呢 警方是已經前往突襲 搜查了特勞特的住處 那麼針對特勞特呢 也祭出懸賞啟示 發出了逮捕令 那整起事件呢 仍然是疑雲重重 包括了這個刺殺案 背後的主謀啦 還有凶手 到底是如何進入總統官邸的 目前這個海地警方 仍然是把矛頭指向 這一批哥倫比亞的傭兵團哦 但是一切呢 還有待進一步的釐清 而再來看到的是 日本的疫情是持續擴大 不僅這個東京都呢 昨天是新增 超過了4000例 再創新高 在首都圈附近的三個縣 神奈川 奇遇 還有千葉等地呢 也創了新紀錄 日本全境新增病例呢 至少突破了11000例 連續四天都打破了歷史紀錄 東京都呢 其實在7月28號的時候 才首度單日新增 超過3000例 接下來的三天呢 也是 每一天都超過3000例 就沒想到呢 昨天疫情再次加劇 首度 突破4000例 所以呢 可以看到 現在東京的疫情呢 已經是急速的擴大當中 那麼 從7月1號以來呢 跟這個奧運有關的確診病例 目前是已經累積到了241例了 那麼在神奈川縣呢 也是連續四天 單日新增 超過千例 千葉縣呢 也是連續兩天 突破了新高紀錄 那麼將在這個8月2號起開始實施 緊急事態宣傳的大阪呢 則是新增了1040例的確診 是從這個5月8號以來呢 時隔兩個多月再度新增破千 顯示現在這個疫情持續的升溫 難以獲得控制 那麼除了日本之外呢 其他像是這個馬來西亞啦 還有泰國 通報這個創新高的確診病例數 疫情全部都加劇 而且主要呢 都是因為這個 具有高度傳染力的 Delta變異株肆虐所導致 而在澳洲雪梨呢 這個確診病例也聚增 當地的警方呢 是已經封鎖了這個市中心的商業區 因為他們現在很擔心 民眾會上街頭抗疫嚴格的封城禁令 這一波封城令呢 將會一直持續到8月底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警方呢已經封鎖了這個火車站啦 也禁止搭計程車的乘客 在市中心下車 也部署了有1000名的警察 設立這個檢查站 要驅散民眾群聚 而疫情嚴重的呢 還有馬來西亞 在昨天是通報了 17700多例的確診 創下了新高 泰國呢 通報單日新增確診 也突破了1萬例 將近2萬例了 18900多例 累計全國的確診數呢 是已經達到了59萬多例了 而泰國呢 另外也公佈新增了178起的死亡病例 同樣創了單日新高 累計死亡數呢 達到4800多例 那麼泰國當局是表示呢 境內有超過60%的確診感染呢 都是因為這個Delta變異株 有80%的病例呢 都集中在首都曼谷 這個Delta變異株呢 近來哦 同時肆虐大陸的華東地區 尤其在南京 追溯這個疫情的起源呢 現在懷疑是來自 在這個俄羅斯航班打掃的一名機場 的清潔工 世衛秘書長 盤德賽就表示呢 在過去這個四個星期當中呢 全球各地的確診病例數 增加了80% 好不容易控制住的疫情呢 又幾乎要失控了 有很多國家的醫療體系 已經是不堪負荷 另外最近是有專家主張說 這個Delta變異株呢 會特別鎖定兒童 但是呢 世衛組織也澄清了 這樣的說法呢 並非事實 各個年齡層的民眾呢 如果沒有採取防疫措施的話呢 都有機會感染 Delta變種病毒 那麼世衛流行病學家 這個范科霍夫就說了 有證據顯示哦 Delta變異株呢 會在人群當中傳播 他說呢 要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我們是沒有看到Delta變異株 專門針對兒童的現象 但他也表示 我們發現呢 這些變異株會鎖定 群聚的人士 他強調呢 現在這些傳播的變異株 會感染未採取適當 防疫措施的民眾 他的意思就是要大家 保持好社交距離 避免在空氣不流通 擁擠的室內群聚 那麼至今呢 Delta變異株是已經 蔓延到了全球132國 而且它的傳染力呢 也超越了其他的變異株 世衛表示呢 正在進行相關工作 要更深入的來了解 Delta變異株的特性 分析它更具傳染力的一個原因 以上就是這一節 最新的國際訊息提供給您 作詞 Rusia